同樣是 台北市的報道在這個 應變百路的路減的時候 剛才三十多歲 騎乳機的人 要把路減 人家說趕緊塞走 有哪有警察 穿上去那裡 刷車讓這個 乳機托車要百多公車以後 主要發言說這個男人 同樣有哪有這個毒品 安非他命 警方懷疑說 這是不是在賣毒 當地對手 今天出發的問 一直排車 很多驚到在後面看 警察一條想要跳到後面看 一路拖行 騎乳機車不必放 跟技術倒進冰車 有啦 一定一次有叫的嘛 叫它停止停止停止 它速度很快啊 呦 一下子就收過去了 七五月報兩點多 原警在國土疫荷的平台北市 健平百路渡減的時候 三十多歲技術 九十多年減在這裡沖浪渡走 原警馬上 何雄前 反正會讓他拖百多公車 男子衝撞路檢點 原警於是勾其脖子 而遭嫌疑人脫行約一百多公尺 最後將其逮捕 原警雙膝以及左手受傷 技術有特兵健康 這次又被超出安非他民百貨公益 警方不拜託有賣到的可能 會再對手下去 同樣是林檢 原警在中山區平台車 搭一台駕停車 在其座位地板發現一雙襪子 進而在副駕駛座下方又發現一紙黑色包包 經無銜同意共同檢視包包內物品 查後印有牛逼字樣 內容 於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